一处装饰素雅 但却显得有些空旷的闺房之中 阳光从那窗户外照入屋内 落在白色的石砖之上 让整个屋内都是变得明亮 此时的莲星依旧是往日中的素白公裙 虽是简单 可在莲星绝美面容的映衬下 却也是给人有种亮丽的感觉 略显随意地坐在桌边 视线低垂之下 莲星视线徐续在手中拿着的这一卷书上 徐续扫过 伴随着那文字相继落于眼帘之中 莲星的美眸亦是时而闪动 嘴角含笑 这时 伴随着极快的脚步声从外面传来 一名移花工弟子亦是行至门外 二公主 大公主来信 听到声音 莲星放下手中的书 然后转过头看向门口 目光在这名移花工弟子手中扫了一眼后 放下画本的莲星右手 顺时轻轻转了一下 真气流转间 那门口一花工弟子 举过头顶的一个手指粗细的竹筒 便被一股特殊的力道拉扯到了 莲星的手中 随着竹筒内卷起来的纸条被展开 上面的几个字顿时印入莲星的眼中 到雨水城来 简单的五个字 但从字迹之中 透露出来不容反驳的感觉 以及这几个字的字迹 莲星便能确定是腰月亲笔所写 见腰月让自己前往雨水城 此时的莲星脸上不禁浮现出几分疑惑 姐姐竟然让我去雨水城 虽说腰月并未跟莲星透露任何的讯息 但莲星毕竟是移花工的二公主 想要了解腰月的动向 自然不难 结合此前腰月回宫内种种变化 莲星不难推测出 腰月此前和东方不败争夺的男子 便是在那雨水城中 只是迫于对腰月的敬畏 在腰月不主动提及的情况下 莲星也不敢多问 甚至都不敢前往雨水城一探究竟 却未想腰月此时竟然主动让自己去雨水城 但下一秒 回过神来的莲星仿佛想到了什么眼中一亮 难道说姐姐是要介绍姐夫给我认识 作为腰月的妹妹 莲星对于腰月自然极为了解 也是因为这一个原因 莲星才是好奇 这世间到底有谁 能够让腰月为之清新 甚至在返回移花工后 都日日思念 一念至此 莲星将手中的纸条毁掉后缓声道 月奴 声音出口 一直守在门口的花月奴顿时横挪几步 走到这房门面前攻声道 二公主 跨出房门走到花月奴面前后 莲星嘴唇清祈祷 姐姐让我去一趟雨水城 最近移花工的事情你暂时负责 若有问题的话 第一时间传信到雨水城中 面对莲星所言 花月奴攻声道 奴必遵命 见此 莲星方才 真气流转间向着移花工外闪身挪去 与此同时 大明以南 光明顶上 在这名叫的大殿之中 东方不败端坐在宛若琉璃所致的座椅之上 树发金冠之下 一袭黑色的流仙长裙 使得此时的东方不败除去那仿佛从骨子之中 变携带的霸气以及 傲然之外 更是多了几分装素之感 不过不同于在楚清和家里之时 此时的东方不败那裙角之下 却并非是黑玉天蚕丝所缝制的腿袜 而是上好丝绸裁剪出来的黑裤 将那腿袜遮挡得严严实实 在这九层台阶之下 原本日月神交的豹大楚 铜百雄等长老 以及以往名叫的杨潇 唯一孝等人皆是立于台阶之前 杨潇的口中 亦是汇报着最近所发生的事情 距离光明顶之事 已经有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虽说此时的名叫已经是被东方不败 并入到日月神叫旗下 但同时涉及到两个一流势力的合并 两个势力之下所有生意以及据点 甚至于原本人员皆是需要调整 想要将事情处理完 岂是短时间内能处理完的 更别说现在还涉及到东方不败 将日月神叫大本营挪到这光明顶上 手中涉及到的事情繁杂程度 可想而知 因此 这段时间之中 东方不败每日都是需要处理的事情 也不在少数 良久 在下方杨潇等人将今日的事情全部汇报之后 众人皆是看向东方不败 静等东方不败的决断 反观 东方不败 闭目沉思间 东方不败的手指指尖 在这座椅的扶手上无意识地点动 眉头亦是轻轻地皱着 东方不败清楚这些年来名叫示威 对于名叫旗下势力管辖范围之内 一些实力不错的势力带来的威慑力已有不足 却没想到竟然会差得这么多 别说峨眉 昆仑派这些二流势力 哪怕是一些三流势力 仗着一些裙带关系胡假虎威之下 竟是都敢暗地之中动歪心思 作为一个一流势力 这些年中每月能够收上来的钱财 几乎只是相当于一个二流势力每月所得 若非是名叫以前抵运还不错 怕是每月的开支都是一个问题 少许时间后 东方不败才是开口问道 这些势力背后靠山都调查清楚了吗 文言 杨潇连忙拱手道 回教主 已经清楚 除去峨眉 华山剑宗之外 聚精帮以及长河帮 均是投靠了东场或是护龙山庄 东场 护龙山庄 听着杨潇所言 东方不败不由眉头微皱 忽然有了一点棘手的感觉 虽说现在的东方不败 已经是迈入大宗师境 并且手底下的日月神教 吞并了名教之后 势力变得更大 但对比起掌管了东场的曹正纯 以及创建了护龙山庄的朱无事而言 却是显得差了些 若是这名教范围内的势力 都是靠向了东场以及护龙山庄 对于东方不败而言 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然而 就在东方不败 皱眉沉思应对面前这一个局面之时 原名教之中的五三人周滇 快速地进入到大殿之中 启禀教主 聚精帮 长河帮 罗剑门 等相继汇报了十几个二流势力 以及三十余三流势力的名字之后 周滇缓了一口气 才是继续的 这些等势力 刚刚一同将这十几年 原本欠下我交的税款补了上来 共计白银四百三十七万两 声音出口 铜百雄 以及唯一笑等人神情皆是一愣 杨潇更是开口道 这些势力 为何现在一同将这些税款 补了上来 周滇回应道 我也不清楚 衣住乡前 他们拉着大车小车 跑到了光明顶脚下 将这些税款交了上来 高台上 东方不败沉思了片刻后询问道 这些势力背后是谁 文言 杨潇拱手道 回教主 刚刚周滇所说的这一些 均是投靠了护龙山庄的势力 护龙山庄 诸无事吗 低念之间 东方不败仿佛想到 此前在楚清河那院子之中 白小声传信 让楚清河帮助无事一致的事情 眼中一抹了然浮现间 嘴角亦是徐徐的扬起一抹弧度 只是 下一瞬 东方不败嘴角的笑容快速的脸去 恢复了以往那冰冷的姿态 杨潇 铜百雄 你们两人各自带领风雷堂 以及五行旗的人动身 将其他势力这些年 原本欠下明教的税款 全部收回来 不从者 死 属下遵命 面对东方不败所言 铜百雄立刻硬了下来 但一旁的杨潇 却是面露为难之色 嗯 但不等杨潇多想 下一刻 随着一道破空声响起 一缕进气 瞬间穿过杨潇肩膀上的衣服 然后落在了杨潇身后的地面上 将其炸出一个三尺大小的坑洞 察觉到身后的动静 杨潇身上的冷汗 杀的一下 瞬间冒了出来 连忙担心 跪在地上回应道 教主恕罪 脑袋低垂间 感受着东方不败 那宛若冰刀一样 落在自己身上的视线 杨潇额肩冷汗 开始从脸颊上滑落 然后滴落在地上 看见这一幕 大殿之中其他人心中均试一惊 唯一笑想要开口 但当注意到身旁 铜百雄的示意后 立刻闭上了嘴 一时间 整个大殿都是变得鸦雀无声 一直到三西时间后 杨潇才是感觉到 落在自己身上 那完全不带丝毫温度的眼神挪开 同一时间 东方不败那冰冷且霸道的声音 徐徐响了起来 看在你刚刚跟着本教主 方才的事情 本教主不计较 但下次再敢 对本教主的话有所迟疑 那一缕真气 就不会只是穿过你的衣服了 文言 杨潇连忙说道 属下明白 心中冷哼一声后 东方不败才是冷声道 报大储留下 其他的人 下去 声音出口 杨潇等人才是 连忙起身 然后向着大殿之外走去 行走间 方才和死亡擦肩的杨潇 依旧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显然被吓得不轻 等到其他人军事离开后 东方不败 方才看向报大储道 吩咐你和桑三娘去办的事情 办好了吗 听到东方不败所问 报大储连忙道 回教主 按照教主的吩咐 三娘已经是将这名教之中存留的所有特殊少见的药材 都是让人暗中送往储公子那边了 按照属下今日收到的传信推断来看 应该今日东西便能送到储公子的府中 只是 不过 说到最后 报大储顿了一下后接着道 只是凭一指 本身就对名教里面那些奇花异草有兴趣 现在教主吩咐将这些东西全部送往储公子那边 现在平一指都已经是躲在房间里面绝食三天了 说是要饿死自己 这段时间中 教中一些弟子想要找平一指 智商也是被平一指拒之门外 只能由平一指的那些弟子治疗 说话时 报大储语气也带着几分无奈 所以说 为什么会有老小孩的说法了 明明那平一指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 可偏偏受了气 就跟小孩子似的 这么大个人 竟然完闭门闹绝世这么一处 得知了平一指这边的情况 东方不败 一时轻轻皱了皱眉 但思索了几夕后 东方不败 却又是摇了摇头 和日月神教中的其他人不同 这平一指作用极大 而且当初一是因为这平一指的原因 东方不败 才能够安然无恙地将这葵花宝典优化 对待这平一指 东方不败自然是诸多优厚 只是 东方不败此前只想着 将药物送给楚清和 却是忘了平一指这边 但知晓平一指的秉性 东方不败也未觉得有多为难 伸手入怀掏出一个瓶子 然后将瓶子里面的解毒丹 倒出几颗甩给暴大楚后 东方不败才是开口道 将这几颗丹药给平一指研究 就给平一指说 这几颗丹药能够抑制 天底下任何毒药的发作时间 接过解毒丹的暴大楚 得知了这几颗解毒丹的效果后 神情不由浮现出几分恶然之色 看着手中这解毒丹的效果时 眼中意识发光 但片刻后又是快速地连去行礼 之后离开 等到暴大楚离开后 东方不败思绪流转 回想着方才的事情 回想起来 东方不败此时倒是觉得 自从遇见楚清和后 不说东方不败本身实力 以及修为的变化 连带着自己遇见的一些事情 倒也是顺风顺水了起来 现在回想起来 倒是应了当初那孙白发说的 忘妻之言 所以说 不说东方不败和妖月之间本身的个性问题 单单就楚清和身上 这忘妻的属性 东方不败又怎么可能将正宫的位置让给妖月 下午 未时 雨水成 快点 再快点 你一花接玉用得这么声色 就你这一花接玉凝聚特殊尽力耗费的时间 都足够同等境界的舞者杀你九次了 反应这么慢 是觉得被揍的还不够多吗 面对攻击只知道躲不知道还击 是准备以后对敌时自己累死吗 对敌之间 见招拆招是最蠢的方法 面对敌人之时 每次交手都要将对方接下来可能用的招式考虑在内 才能有条不紊 院子之中 楚清和以及水母音机相对而坐下着旗 而院中的小招以及林诗音三女军是围绕着妖月不断的挪闪 进展战斗 过程之中 将修为压制在先天境初期的妖月应对三女的同时 妖月也会不时的出声指点 而在妖月的声音之下 不管是曲飞烟还是小招以及林诗音 都是不断的根据妖月所言 调整自己战斗的方式 因为三女都清楚 若是她们不根据妖月说的第一时间调整好 接下来妖月就会亲自动手被迫让她们调整 此时此刻 不说林诗音和小招了 就连曲飞烟神情都是凝重到了极点 生怕一个不留神就会被妖月攻击到 足足半个时辰之后 在妖月手底下足足被训练了一个时辰的时间后 体力早就达到了极限的三女 伴随着身体的内力以及真气耗尽后才会妖月叫停 而在停下来的第一时间 三女皆是摊坐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息 浑身意识大汗淋漓 缓和了少许时间后 再以真气和内力将身上烘干的三女方才是缓缓的起身 只是在行走间感受着此前被妖月打到的位置 曲飞烟以及小招君士藤的呲牙咧嘴 林诗音则是倒吸着凉气 一直到几杯药酒下肚后 三女才是感觉身上的伤势有所好转 对此 出了口气的曲飞烟忍不住忧怨的看着妖月道 月姐姐你就不能下手清点吗 面对曲飞烟的询问 妖月眼眸青苔看着对面的曲飞烟 迎着妖月的视线 曲飞烟脸色一僵 连忙堆笑道 没事 月姐姐下次你再用点力也行 听到这话 妖月才是轻哼一声徐徐收回视线 然而就在三女通过楚清河和药酒里面的药效徐徐恢复时 一阵敲门声忽然从外面传来 声音入耳 曲飞烟 小招以及林诗音对视一眼 随后三女均是握拳 在以猜手心手背决定出了曲飞烟开门后 小丫头才是一脸郁闷的起身向着门外走去 片刻后回到院中的曲飞烟说道 公子是日月神交的长老 上一次上门送信的那个桑三娘 而且还带着两个大箱子过来 带着两个箱子 听着曲飞烟所言 楚清河心中轻疑 随后示意了一下道 请人进来吧 曲飞烟轻轻点了点头后 便重新向着门外走去 片刻后 在曲飞烟身后 桑三娘以及几名抬着箱子的女子相继进入到院中 等走到楚清河面前时 桑三娘 公申道 小人见过楚公子 楚清河汉手道 桑长老客气 在楚清河回应之后 桑三娘才是抬起头 而当抬头之后 桑三娘习惯性地扫了楚清河以及腰月挤人一眼 不过 当感受到腰月那冰冷的视线时 桑三娘身体却是忍不住 僵了一瞬 不知道为何 桑三娘总感觉 面前的腰月看自己的时候 眼神不是那么的友善 对此 桑三娘也不敢耽搁 连忙转身 对着身后那几名女子挥手示意了一下 在桑三娘的示意下 方才抬着箱子进入到院中的几名女子 快速地将放在地上的箱子打开 却见箱子之中 装着的是一株株形状奇怪的草药以及花朵 在楚清河几人目光放在箱子之中时 桑三娘公申道 教主有令 命下人将名叫宝库之中的奇花异草搜集 而来送往公子这边